先祝福祝贺你的就职 我必须要说 认识那么多年 对这次一点都不惊讶 先任美国在台协会出充的国立委员 去总统护会见大千条总统 几个过程都用中文抵输 除了说那大千条纠结 还说他一点都没意外 原来在这几十年 国立委员就真看好大千条 比较有可能的做总统 在我二十年前 担任美国在台协会政治观的时候 我很高兴 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您 接受国际领袖人才参访计划的提名邀请 我还记得当时告诉国务院 这位立法委员非常有可能 是台湾未来的总统 这段小故事 和自本人严调的气氛 加一些笑声 鼓励他跟台湾有缘 不然是台湾驾驶 这次又是一地三度派驻台湾 自几个一半年开始 当时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 所以自控制一年开始 当时美国从一台协会的副台协 现在又回到台湾 鼓励员处长丰富的经验 对台湾的大力支持 台美关系一定能够在各领域 不断地深化伙伴关系 既台鼓励员的加热 可以进化台美关系 鼓励员也确定 台湾是美国重要的金额 未来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 与中国的关系提升到新的关注 我有信心 在全球民主共同体的支持下 我们可以守护台湾的民主 促进美国与台湾的繁荣 并且将我们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欢迎鼓励员处长回到台湾 让我们为好上加好的台美关系 一起来打拼 如果清朝表达性新的观景 也好用作为打拼 让台美关系变国家吧 美式新闻台北部都